1964年10月16日,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成功爆炸,消息传遍海内外,世界各国对中国刮目相看。 那时,身在美国的李宗仁也听到了这个消息,他十分振奋,面对记者的采访,他发自内心地说了一句话,是什么呢? 李宗仁自德林,1981年出生在广西桂林,他曾经担任过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,中国国民党贵系首领,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,戴总统等职务,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大人物,事实也正是如此,为李宗仁撰写回忆录的唐德纲是这样评价李宗仁的。 如果说近代中国是一座高楼大厦,那么李宗仁就是支撑这座大厦的一根主要柱子,如果没有这根柱子,大厦可能会变成另外一栋建筑。 1929年到1930年这两年期间,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代表的贵系和蒋介石发动了两场大战,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。 在作战的过程中,蒋介石想方设法地拉拢贵系士兵,最终蒋介石打败了李宗仁和白崇禧,李宗仁等人不得不退回广西。 在退守广西期间,李宗仁和白崇禧在这里做了很多大事,发展教育,惩罚土豪猎身以及整治官场。 李宗仁曾定下规矩,官员只能穿灰色制服,绸缎衣服和西装一律不能穿。 李宗仁以身作则,遵守着自己定下的规律,这种倾苦的生活连他的家人都看不下去了。 他的亲妹妹曾说,哥哥都当了这么大的官,可是家里人还是农民,邻居会耻笑我们的。 可是李宗仁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。 到了上世纪30年代,广西在李宗仁的治理下成为了全国有名的模范省,广西的巨变赢得了海内外记者的称赞。 毛主席曾接见了李宗仁派来的特使刘仲荣。 主席说道,广西在没有南京政府的支持下还成为了模范省,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。 李宗仁不仅智省有方,而且还是一个抗日名将。 1936年,李宗仁发表的《焦土抗战论》与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政策相悖。 蒋介石大怒即刻将白崇禧派到海外,将李宗仁调任为中枢军委会。 蒋介石的这个举动是要把两人赶出广西。 李宗仁和白崇禧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,他俩决定公开抗命。 蒋介石也调集军队包围广西,好在李宗仁等人坚持的立场正确,他们获得了很多舆论上的支持, 最终迫使蒋介石承诺抗日。 西安事变后,李宗仁又率先表示,和平解决兵舰,建立抗日政府。 七七事变爆发后,李宗仁在两个月之内就调集了48个团,并带领他们参加松户会战。 同年10月,李宗仁成为第五战区司令官,负责驻守徐州。 次年2月至5月,这三个月期间,李宗仁率部参加了徐州会战,并打赢了台儿庄战役。 抗战以来,中方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胜利。 在武汉会战中,李宗仁空有头衔,手里已经没有实权。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胜利后。 抗战结束后,李宗仁又被任命为北平行营主任,他也从此远离战场走上了争权的路。 1949年1月,李宗仁成为没有实权的代总统。 那时,李宗仁想通过与我党谈判,停止渡江战役。 可是,最后他因为不满我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而终止谈判。 同年4月,我军占领南京,进而推翻了蒋家王朝。 李宗仁迫于形势,只好退守到桂林和广州等地,继续与我军对抗。 同年11月,我军歼灭了白崇禧的大部分兵力。 李宗仁再也没有了与我军对抗的资本。 1949年11月23日,李宗仁以看病为由,坐飞机从南宁跑到了香港。 一个月后,他又跑到了美国,并在美国生活了16年。 在海外生活期间,李宗仁也时刻关注祖国的情况。 他曾在1955年8月公开发表了,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。 他在这篇文章中阐明,中国正在一步步强大起来。 在台湾问题上,他明确表示,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。 从1956年4月起,李宗仁就一直在为回国做准备。 为了处理好这件事,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曾经五次往返于美国和北京之间。 就李宗仁回国这件事,与周总理进行商议。 1964年,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。 远在美国的李宗仁听到这个消息后,异常高兴。 他亲自给朋友们打电话,与他们分享祖国强大的这份喜悦。 随后,他又接受了一位意大利记者的采访。 他说,我第一次因为自己的错误而感到高兴。 因为这个错误,一个新且强大的中国正在诞生。 这是史无前例的局面。 1965年7月20日,李宗仁回国并受到了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欢迎。 他曾公开表示,我一定要为祖国同一做贡献。 一个星期后,李宗仁夫妇和秘书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待。 主席对三人说,你们终于回来了,祖国欢迎你们。 李宗仁说道,我们看到这么强大的祖国也十分开心。 不仅我们,在国外的很多人也都渴望回到祖国。 毛主席就这个问题又说道,中国目前只是比过去强大一点。 它还不算很强大,我们至少还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行。 那些跑到海外愿意回来的,我们十分欢迎,定会以礼相待。 接着,毛主席就建议李宗仁去全国各地看看。 1966年国庆节,李宗仁在毛主席的邀请下登上了天安门城楼。 这是毛主席和李宗仁的第二次会面,也是最后一次。 1968年8月,李宗仁因为身体不适,住进了北京医院。 六个月后,李宗仁去世。 弥留之际,他留下了心中最想说的话。 我回国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,我很庆幸,也很骄傲,我是中国的一份子。 周总理也曾评价李宗仁,他的一生做了两件好事。 其一是台儿庄战役,其二就是回到了祖国。